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当今各国首脑中玩中美平衡数的不胜美举 如法国的马克龙 新加坡的李显龙 小马克斯也想玩这首 奈何菲律宾先天条件不如法国 小马克斯政治智慧不如李显龙 他玩不起 比起前任杜特尔特 他更是严重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魄力 上任才一个季度 小马克斯版中美平衡数已到了翻车边缘 外长秦刚这几天去了菲律宾 今天就回来了 外长此次访菲首要任务就是跟菲芳把利害关系说清楚 让他们行事之前好好掂量掂量 有没有用 先不谈 从维护大局稳定 尽量避免对抗的角度说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好话都说尽了 如果菲芳能是一意孤行 那就怪不得咱了 从此行的一些细节看 双方氛围称不上友好 外长出行之前发表了一通对菲讲话 措辞虽然客气 但意思很明白 就差直说菲律宾出尔反尔不讲信用了 两国外长会谈堪称剑拔弩张 按菲律宾官方说法是坦诚 直白点翻译就是分析很大 无法沟通 这种情况也算是意料之中 美国驻菲新军事基地已成既定事实 菲律宾不可能后退 也没能力阻止 那还有啥可谈的 菲芳不过想在经济上占便宜 中国又不傻 只能各说各话呗 两国外长会谈起码还落了个坦诚 与非总统小马克思的会谈简直就是老一套 看不到任何真诚 小马克思便称菲律宾将会坚持独立自主 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并且表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 菲芳将会一如既往地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最近两国发表的一些声明可能被误解了 不用说 这是要将忽悠进行到底 就在外长访菲的同一时刻 迄今规模最大的一场美菲肩并肩 军演正如火如荼 5400名菲律宾士兵 100余名澳大利亚士兵 12200名美军 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12国观察员 在为外长此行放烟花 奏乐 过万美澳日联军齐聚菲律宾 演习海上实弹射击 两栖登陆作战 航空行动 网络防御 反恐等针对性极强的项目 亚洲版北约已经开始演练团战了 菲律宾已然成为美国围绕台海局势 对中国展开反威慑与反包围的关键点 近年来中方常态化绕台军演 其实是针对台独势力构建了一个流动性包围圈 战时可以实现围点打圆 一面封锁台独 一面阻止境外势力干涉 美方自然也不会闲着 一直试图在中方战时包围圈之外 构建一个范围更大的永久性包围圈 这个大包围圈东北面是驻日韩美军基地 东南面是驻澳洲美军基地 西面则是驻新加坡美军基地 南面正是驻菲律宾的美军基地 一旦搞定早前在中美之间摇摆的菲律宾 美国针对台海构建的大包围圈也就成型了 而且在这个大包围圈中 菲律宾的战略地位不逊于日本 日本控制了中国军队从东通往太平洋的出口 菲律宾则控制着中国军队 从巴士海峡通往台湾外海的出口 前不久美军又新增四个驻飞基地 选址极其刻意刁钻 就差把针对台湾和南沙刻在脑门上了 自此美国在飞军式基地数量为9个 2月小马克思访问日本时 还给自卫队大开方便之门 甚至想邀请日军常驻菲律宾 小马克思的想法其实一目了然 就是经济 政治 军事分开 既要跟中国搞好经济合作多赚钱 又要在政治军事上跟中国搞对抗 除了一句长得愁 想得美 小编还能说啥呢 显而易见不可能的是 偏偏是相当多不友好政客曾经心存的妄念 只怪中国过去太好说话了 才让这些小国堂而皇之把中国当猴耍 好在随着外交转向 中国不再做傻凯子 周边国家 尤其是东南亚领导人 逐渐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找到了跟中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直到菲律宾杜特尔特卸任 小马克思上台 这货又搬出过去那套沉浮的对华策略 仿佛自觉于国际风云变化之外 到如今还心存这种幻想的 除了信息封闭 脑子已经洗残了的 挖倒正棍 就只剩菲律宾的小马克思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G7外长会前 曾访问越南 想把越南也拉入与中国对抗的前线 然而越南人非常清楚这是美国设下的陷阱 四部政策体现了其在外交事务中的立场 2019年 越南国防白皮书明确提出四部政策 主张不加入军事同盟 不结盟对抗另一国 不允许外国在越南设立军事基地 或利用越南领土与他国作战 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这体现出越南的政治智慧 在南海问题的解决上 其实中国已经同大多东盟国家都达成了一个默契 即在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内以和平的方式 推动彼此的争议 但菲律宾作为东盟国家里的一员 在解决南海问题时 却总是想要拉入域外势力 想要以提升军事水平 加深与美国及其盟友防务关系的方式 起到一个威慑南海周边国家的作用 从而解决南海问题 但实际上这种方式才是最错误的做法 不仅不能很好地解决南海争议 反而还会增加一些复杂因素 甚至是将域外势力的祸水引入南海 从而违背解决南海问题的初衷 如此不遗余力配合美日澳围剿中国 小马克思究竟吃错了什么东西 跟在其他国家的套路一样 美国一直在菲律宾寻找代理人 买办家族马克思就这样进入了美国人的视野 小马克思的父亲老马克思 正是菲律宾历史上著名的独裁者 也是世界第一巨摊 而美国正是他鱼肉百姓肆意敛财的后盾 1965年菲律宾参议院院长老马克思参选总统 并成功高票当选 当时美国正在打越战 老马克思联络美国总统 愿意做美军的东南亚军事基地 以换取美国的金援 美国总统欣然接受 老马克思搞得菲律宾乌烟瘴气 但他坚持抱紧美国大腿 为美国打越战出力 美国则为继续得到菲律宾的支持 默许了老马克思的行为 让菲律宾国内的政客翻不起浪 据统计 老马克思上台时 菲律宾的外债只有6亿美金 老马克思执政20年 菲律宾的外债达到了夸张的280亿 大部分是国际银行和日美等国的贷款 1986年初 菲律宾爆发人民力量运动 向马克思逼宫 老马克思大势已去 连夜坐飞机逃跑 随后菲律宾人进入总统府 马拉卡南宫 发现总统夫人伊美尔达的房间 摆着几千双鞋子 以及数不清的衣服 明包 化妆品 这些东西足够摆满一家百货商店 老马克思和妻子则跑到了夏威夷 他们带着300箱行李装满了财物和衣物 结果刚一下地 这些东西就被美国控制了起来 美国统计后认为 这位总统的私人财产可能达到百亿美金 老马克思的财富被美国拿走了一部分 当然了 他自己对此没意见 他只希望美国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三年之后 郁郁寡欢的老马克思在美国去世 致死也未见到被扣留的300箱财产 匆匆带去美国的这300箱财产 仅仅是老马克思 锁脸财富的冰山一角 作为继承人的小马克思本人 据传单在美国就有一百多亿资产 而且部分已被冻结 命运的咽喉早就被美国人给恶住了 在对中立场上 小马克思一直被认为是阿基诺三世2.0 只不过阿基诺三世是真小人 小马克思是伪君子 自己的父亲老马克思也好 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也罢 生前对美国鞠躬尽瘁 最后也不过沦为弃子 被美国用完就扔 前车之箭摆在眼前 小马克思难道没想过自己最后会是啥下场 马克思作为菲律宾政府的掌舵人 不能一边给出中方承诺 又一边加深于美国的防务关系 更危险的是 不能将与美国的防务关系凌驾于中方的国家安全利益之上 这样做只能让人怀疑菲芳的立场 以及破坏中菲之间的信任和合作 因此我们的信号已经传达到了 菲芳接下来的行动要更加谨慎才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